每个女人都希望找到一个懂自己的男人 在以后的日子里可以白头偕老 而女人是善变的 很多小心思希望不说明白 却希望自己的男友明白 因为这样可以证明她是懂我的 所以我就说几件女人的小心思 第一,主动示好 女人总希望自己是被疼爱的那一个 如果你俩吵架了 她和你赌气转身就离开了 这时候你呆呆地看着她离开 或者自己也往相反的方向走去 那么对不起 只能说你太傻了 在很多时候 女人的生气都是装出来的 她们只想获得你的宠爱罢了 如果不信 下次你试试强行阻止她离开 再给她一个爱你的亲吻 看她还气不气 很多时候 一个拥抱就能解决的是 你偏偏要跟她讲道理 该强势的时候就应该强势 啊 女人往往很容易爱上一个 经常陪她聊天的人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单身狗 消息你要做到秒回 让她觉得你很关注她 在乎她 通常多聊一些对方感兴趣的话题 这样就可以避免没有话聊 或者不想与你聊天的尴尬场面 要通过她所发的表情 语气词去猜测她的情绪 比如她发个哦 你就要懂得她对你说的话不赞同 或者不感兴趣 这时你就要需要明智的跳过这个话题 同时你要去复合她的聊天时间 她要是说自己困了 你就别再缠着她硬聊了 否则将会引起她的反感 三 每个女人都有自己软弱的一面 这一方面是不会与自己不熟悉的人面前表现出来的 反而会特别强势的去掩盖自己那软弱的一面 不让你发现 说话去保护自己那弱小的心灵不会伤害 如果你爱一个女人的话 你应该去细心地观察她 她真正需要什么 去细心地关爱她 呵护她 去安慰她 那弱小的心灵 每个女人都会害羞 都会有自己不好意思的时候 这是一个女人与生俱来的天性 是无法改变的 如果在遇到她尴尬的时候 或者害羞 脸红的时候 千万不要去强势的过分的追问 虽然会对你产生厌恶讨厌 四 再强势的女人都需要一个家 都需要一个避风的港湾 无论什么时候 她们都会对婚姻产生渴望 渴望自己拥有一个幸福美满温馨的家庭 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 如果给不了她一个温馨的家 什么努力都是白费 如果你去追一个女人的话 并且希望和她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就一定要去承诺 她会给她一个温馨的家庭 这样她才会死心塌地的跟着你一辈子 白头偕老 五 女人在谈恋爱时 是不会喜欢一个强迫她做任何事情的男人 但无论什么女人都会喜欢甜言蜜语 什么事都顺着她 让她对你产生了依赖感 她必然会毫无感觉 不知不觉中爱上你 这时候你就成功了 如果一个女人喜欢你 你做什么事都是对的 你长什么样都是帅的漂亮的 但是如果一个女人不喜欢你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错的 所以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去了解那个女人是否真正的喜欢上你了 第一时间的做出判断 如果没有可能的话 请不要去操惹对方 六 女人和男的心思其实是一样的 只不过一个是比较强势的 一个却让人难以猜测 如果你真的喜欢一个女人的话 你一定能了解她的心思 并且如果一个女人喜欢你的话 她一定会对你表露出她的心思 想法 如果她不喜欢你的话 她的心思你肯定猜不透 她也不会向你表露出来 七 女人相对男人更感性一些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会因情应事 不考虑后果 这就是他们的天性 甚至作为感情 她们也会感性的去解决 这些都是女人小心事 你了解几个 如果你了解了 一定会抱得美人归